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个牛蹄炖子 大家看每个炖子把它冲一下 烧一下洗干净 然后充分洗一下 我们把这牛蹄子放到这个水面烧开 然后焯一下水 这里面可以放点生姜等等一些东西 去一下腥味 这个开了以后我们焯完水 我们再把它洗一下 洗一下冲洗一下 我们用凉水再把它冲洗一下 这样它的味就弄撒了 嗯 我们重新下在锅当中 这样它的味就小一点 接下来我们开始煮 放调料 大家看看 把这个生姜 加入我们这个生姜 碗里面烧 柠檬 碗里面烧 加上这个卤料 然后慢慢炖 这个凉水下锅了以后 我们把这些调料放了以后 这个要慢炖 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 小火慢炖 两个多小时了 大家看 已经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就熬好了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熟了快脱骨了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嗯 好 不错 我们把这个 炉好 大家看 放凉了以后我们切碎一点 切成这样子 大家看 把它切碎了以后 我们 再进行 就切成这样子 大家看 放这里 大家看 这整个简直 全脱骨了 我们现在 直接把它扳下就行了 大家看 哎 那一掰就掉了 把这个骨头去掉 嗯 嗯 这个煮的 特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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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放进去 完了以后 我们再煮上一个半个小时 用它给它圆汤 接下来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小锅 完了以后 把它弄好这个牛鸡尖 再把它倒到锅里面 倒好了以后 大家我们下面用它的圆汤 大家过滤好了以后再倒点汤 大家看 这个程度 完了以后我们在锅上再熬上一个40分钟左右 完了以后定型就行了 大家看 这个我们现在继续熬上个40分钟 用它的这个圆汁 这样子以后把它放凉 放上一晚上 它就定型了 经过冷却以后 我们这牛鸡洞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 大家看 特别有弹性 特别有弹性 完了以后我们现在 我们切上一点 我们继续熬 大家看 非常Q弹 非常Q弹 我们切的小块,块块太大 这样子我们调点料汁 我们切点这个香菜 切碎 可以点缀点香菜 把香菜放到碗里面 我们现在油泼大蒜 我们放点大蒜 往这里放点大蒜 然后我们再煮油泼辣子 然后我们再倒点醋 搅拌均匀 这样子我们这个牛皮冻 牛蹄冻就做好了 大家看非常Q弹 非常Q弹 完了这料汁也拌好了 吃后我们可以再可以放酱油 或者放点这个麻辣油 可以搅拌 这样子就做好了 非常营养 而且这个 这个胶原蛋白特别浓 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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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